看透新闻神妙 好时辰 预测时事动向 好时辰 正午好时辰 听郑诗成 铁口之段说新闻 哈喽 欢迎来到正午好时辰 我是郑诗成 最近很多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 很多事情大家觉得匪夷所思 怎么一个医师对于莱克多巴胺发表自己的意见 竟然会被警察局传唤呢 那我们的言论自由到底到怎么样呢 那么官方说法是说言论自由呢 也有一些限制啊 也不能够无限上纲啊 是这样吗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陈以信 这个陈伟员 哈喽委员你好 诗人哥好大家好 今天当然今天大家最关心的是苏伟硕 苏伟硕以前都是 我说实在他没有什么党派之分 他以前都是跟民进党站在一起 就是反对是反对莱克多巴胺 然后现在他讲说莱克多巴胺就是毒 就是怎么样 结果竟然被警察局传唤 然后今天我们这个苏院长出来 也说这个很多事情也不能无限上纲 您的看法呢 这个讲话讲一讲会被警察局传唤啊 我觉得好 这个在苏医生这个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强的对比 他今天有个人的一个呃这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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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那个苏仁昌院长 讲这个性供肉品 是一个假讯息的案子 问他进度 我问他说你要不要 侦办他 有没有特权 你车子过去 会不会有停车位 那这个 当时徐国勇在国会殿堂 告诉我说 他们会依法侦办 依法侦办到今天 有没有传讯 整个案子到现在 好像传过水无痕 完全没有下文 那结果苏医生 他们讲个话 隔天就被插水表 那个话还是热的 还是热的 然后晚上十点征讯 跑到高雄去 我说这种做法 你可以看到这个政府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 双重标准 什么样前后不一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比 今天苏医生的这个事情 其实涉及到好几个层次 那不只是有关于 收入金美租进口 政府的立场反复 然后对美谈判 是不是未占先祥 有没有一个对我们有益处的 然后呢甚至呢 你也看到是中间还涉及到有关言论自由的部分 那为什么他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立场 然后就要隔天就要查他水表 还要他晚上进行征讯 你又不是以前警总复辟 还要晚上十点 叫人家到警察局派出所报道 还跑到高雄去 我觉得这个政府做这些事情实在太过头了 那这是解释的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民进党为什么在这段时间 他的民调往下掉了将近十个百分点 不要管国民党有没有上升 但是民众对于民进党的一个看法已经下降 而苏文昌内阁他的不满意度 跟他的满意度已经到了死亡交叉 等于是他的不满意度 比他的满意度还要高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点滴滴 其实呢民众都看在眼里 那国民党在立法院努力 其实是有一些效果 因为孙昌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是礼拜五 他今天坐在自己 当然每天都有这个出来吹风干嘛 他说这大家对于苏伟说这样的意见看法 他说呢 别让情绪哦 妨碍科学 然后他说 不容谣言横行 他对苏伟说这样的谈话 我才奇怪啊 委员 如果说苏伟说今天出来说 哎呀 我吃了莱猪之后 身体好棒棒啊 长了六块鸡啊 还有马甲线 人鱼线啊 我连脑袋都变聪明了 莱猪不错 莱猪没有毒了 没事 会被传坏吗 我刚刚是引述那个 时审里面那些对白 我的意思是说 那如果你夸奖他 就不是谣言吗 现在就是说 这个跟行政院跟蔡政府 说话一致就不是谣言 对啊 跟他们说话不一致 那就是谣言 就是假讯息 那这怎么办 那我今天他今天老实说 为什么能够有形成这样的一个 这个指称他谣言的根据 其实我们回过头来 其实就上个月 我们在讨论 卫福部在进行有关于 莱克多巴胺的 食安风险评估报告 那根据这个食安风险评估报告 于是他们做出这个结论 那这个是健康的 是无风险的 可是呢 我们当时就在挑战了 这个食安报告 是一份九万九千九百九十元 所做的报告 对啊 明显的是规避 政府采购法 里面的十万元以上 必须要公开招标 就是找一个人 我找我认识的人 没错 那我们当时也挑战说 你这份报告 用非常低的价格 线性招标的方式 找了一位 这个你们很熟悉的一个学者 而这个学者老实说 过去这几年 他拿政府的标案 全部加起来有八千万 那这个 卫福部就三千四百万 环保署有四千 五六百万 那他真的这几年 拿了八千万政府标案 就做一个不到十万块钱案子 真的是savis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叫把国人的食安风险 全部都绑在这样的一个 你们刻意的 用线性招标找特定学者 然后做出来的报告上 然后之后用这个报告 来指责人家讲的话是谣言 然后现在还要法办人家 所以说我觉得政府必须要 整个程序当中去检视 这一整个过程 这个整个过程 为什么政府不能够取信于民 因为你今天政府并不是在一个 公正的基础的立场上面 在做这些事情 你是已经带了一个高度的 目的性的方式 在限缩 政策的可行性 然后在控制这个社会 知道这个讯息的方向 从8月28号 蔡英文总统单方宣布 开放美国收入金 猪肉进口之后 整个政府才动起来 开始在解释 这个东西是怎么样 然后开始在说明说 那我们跟美方的谈判是怎么样 然后接着再把这个 以前的实案报告拿出来 再说你看我们这个都是安全的 然后之后 整个政府才来做这些的 信息的推广 但是在前面 我们看到蔡英文总统 在总统大选辩论的时候 说得很清楚 这个是一个重大的议题 他必须要跟国会沟通 要跟人民沟通 要跟在野党沟通 要跟产业沟通 就8月28号之前 他全部没有沟通 然后8月28号之后 赶鸭子上架 然后逼着他在1月1号 必须要能够开放进口 所以导致了他今天 在9月中的时候呢 就把行政命令 送到立法院来 原因是什么 他要赶这个三个月 没有审查的话 通过的话 他也可以要 这个视为生效 所以他要赶在12月中的时候 要让他生效 然后呢 1月1号才来一起开放进口 那也因此他牺牲了什么 他牺牲了他们从上任的时候 就要求了开放政府的一个承诺 开放政府是要求 他们自己说的 要让政府开放透明 所有的行政命令 要经过一个审慎的听证程序 那听证程序呢 要60天 所以说 他呢 必须要保证这60天里面 让社会各界 都能够有不同的意见交换 社会各界 能够得到充分的讯息的接收之后 再来实施这样的一个行政命令 可是呢 他在做这个决定之后 仓促了在9月10号左右的时候 就将行政命令 送到立法院来 完全违背了他们当初 自己的一个开放政府的承诺 所以这是什么 这就代表蔡英文总统 他一个人独断独行 在做这个决策 那做这个决策以后 整个政府被他架着走 赶牙子上架 全部都为了1月1号要实施 然后到现在1月1号要实施 我们在批评他说 你到底要不要查厂 他说呢 这个新厂 这个要查过才能进口 但是旧厂的就不用查了 可是这个话是 其实是错误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旧厂老实说是 看牛不看猪 看猪 对不对 看牛不看猪 那接着呢 你这个旧厂的猪是怎么养的 你不知道 然后再来呢 旧厂我们以前进口的是什么 是牛肉没有进口内脏 你现在呢 旧厂内脏也可以进口 那你也没看过 所以怎么可能叫做 你竹皮检验就会有结果呢 你根本不知道他背后处理的过程啊 而且我们就政府一再强调 不能表示 不能表示 不能表示是来自 这个政府根本就是站在错误的立场 今天政府自己恐吓我们的国人说 这个会被贸易暴富 我没有看过哪一个国家 是帮其他国家说话的 今天贸易争端 在国际上自由解决是机制 总统蔡英文 她自己本身也是新贸的专家 过去在GATT谈判的时候 也是主旗逝者 WTO谈判的时候也是主旗逝者 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会不知道说 这个经贸的争端呢 就算在WTO的这个舞台上面 也不是一定谁赢谁输 最近日本跟韩国在WTO上面 的一个进口事项 一个诉讼日本赢 再来呢就是这个韩国赢了 这个贸易争端所在多有 今天我们在贸易事项上面的谈判 从来不怕争端 贸易事项谈判 我们过去一直都有我们的立场跟坚持 因为这个是国家自己本身产业的需要 是国家自己农民的需要 你要站在国家的角度上面说话 今天我觉得蔡政府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们到底站在哪一边 你们到底站在国人这一边 台湾这一边还是站在 委员 我挑战你一下 人家王美花说要将心比心 将心比心 你是哪一国的经济部部长 今天贸易谈判的时候 你将心比心 你通通给人家好了 对他这个话 我真的不懂什么意思 什么叫将心比心 我们说对国人要有同理心 但是你经贸谈判的代表 一国之经济部长 你是跟我们的猪农跟我们的产业 跟我们的国人将心比心 还是你在跟其他国家的产业 其他国家的农民 其他国家政府在将心比心 我觉得立场要非常的清楚的 你今天谈判 你到底是谈我们的利益 还是谈他们的利益 你要谈他们的利益的话 你怎么可以代表我们呢 这个是现在这个政府 最大的一个问题之所在 对啊 前一阵子发生的事情 就是他跟夫婿 国安会美术长顾立雄 在杨明山养格大道 日本交流协会的官邸 前面出车祸 那当然这个好像也没有 大家都怀疑说 他们说 他们两个说 承认说跟那个 日本交流协会的官员吃过饭 那大家怀疑说 我们是不是吃了莱猪之后 又要 又要 又要吃何食了 好稍微休息一下 回到我们正午好时辰 哈喽 欢迎回到正午好时辰 我是正式成 今天非常高兴请到 是国民党的立委 陈以信 陈委员来到现场 我又问你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的执政党 根本就看国民党 看不起 为什么 你看嘛 刚刚您讲的那个 99999块 找一个人来 就鉴定这个莱猪 到底有没有毒 好 这是一回事 就规避 规避所谓采购法 对不对 规避让 让不要公开招标 找个人 是 中天也是一样啊 找个七个委员 每一个 没有一个对中天 而且有的 还是对中天不友善的 对不对 曾经出来抗争过的 然后也没有 不要回避 果然7比0啊 现在中天 现在很可怜啊 现在靠着YouTube 然后希望现在 本来是一个新闻媒体 现在他们要耍一些 我觉得是 真的很辛苦啊 耍一些这个 奇门遁甲的招数 吸引大家来看 因为需要流量 你不觉得 我们这个国家的制衡 出了问题 我觉得现在 是没有制衡的状况 这不只是问题啊 这是完全严重的失衡 对 你刚刚讲到这个中天的问题 我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 跟NCC的主委 陈耀祥 我就念了一段文字给他 其实就是他多年前 自己在报纸上面 所写出来的文章 他当时 自己强调说 这个言论自由 是不可以经过 行政院新闻局 这种单位的审查 然后呢 强调呢 节目的自由 就是言论自由里面 最核心的一个内涵 那现在呢 他还 这个关中天的背后 他其实已经涉及到 他的对于 节目自由的一个认定了 然后再来我也看到 就是说民进党的党纲 到现在都还写着 你们可以到网络上去找 民进党党纲里面 也有一段 是有关于言论自由的 他强烈的认为 所以说言论自由 不可以有审查的机制 政府不可以 对言论自由审查的机制 这些事情全部都言由在尔 都还历历在目 但是他们现在 所言所行所为 完全都跟他们的标准 是完全的不一样 那我当时也问他说 老实说你今天 这个我们现在在 国际自由之家 那台湾在自由的评比上面 其实是相当高的 在亚洲呢 是第二位 在新闻自由 原来过去还是满分 这是国人共同的努力 但是你现在这种状况 做下去 你关了媒体成为 全世界的一个 很恶劣的一个 范例的之后 我跟他讲说 要是明年 新闻自由的评比 我们言论自由的评比下降 台湾在全世界蒙羞 他要不要为这个 负起政治责任 他头一甩 他说 我不用负政治责任 我们负责法律责任 我们是任其保障 我们任其保障 所以这跟我们无关 我说任其保障 任其保障是不要政治介入 不代表你今天NCC 保障台湾的 新闻自由言论自由 保障台湾的成绩单 你不需要对这负政治的责任 我现在完全混为一谈 他拿法律作为 他保障自己官位的一个根据 然后把新闻自由当政 这个本身的伤害 本身不是他自己的一个责任 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在这个上面 可以说是荒腔轴板 而且委员 在下一次大选 好像大选之前 陆续电视台都会换招 会有这样的阵战跟模式吗 会有这样的状况吗 我觉得 不是 我是觉得委员 为什么我觉得说 我觉得执政党 现在就看国民党 你根本就无法监督我 反正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而且是大喇喇的做 不是说 他偷偷的在私底下 在暗项里面做 我就做给你看 我要怎么砍 这个中天我就砍给你看 我怎么进口莱猪 我就进给你看了 还有个事情 委员 最近 你们被人家 调油做技好 国民党委员冻结国防预算了 还有冻结什么CPTPP的预算 结果很多的 这个绿营的就在做说 为什么 怎么可以冻结我们的国防预算 当然后来 冻结什么100亿 后来当然 江委员有讲说 我们有干这种事吗 为什么国防部不澄清 然后听说 这个我们蔡总统 接受了错误的资讯 然后说国防部 你有跟他讲吗 然后国防部也支支吾吾的 委员到底怎么回事啊 人家这种错误的资讯 也没有移送法办 人家还变成人家的话题 对不对 老实说 我们这个 告这个苏贞昌 都不移送法办 现在告蔡英文 更没有结果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彻头彻尾尾 就是他们政治上面在操作 为什么 今天我们省预算很清楚 冻结预算跟简列预算是两回事 简列预算 预算就没有了 冻结预算是我们冻结一个比例 然后要求你带条件的 然后来解冻这样的预算 那我们通常条件是什么 我们通常条件呢 是做出这个书面报告 或者专案报告 然后针对我们当中 所要求加强的事项 那比如说是 浅浅国造里面的一些 红须装备 然后比如说是 其他的一些 这个冻购的项目里面的一些 跟我们目前国内已经有的 研发的项目 是不是有所冲突 我们是不是经费要所调整 都是针对这些东西来提出要求 而且这样的一个冻结预算的 一种审查方式 在这个立法院里面 所在多有 我常常发现 执政党民进党立法委员 他冻结预算的比例 冻结预算项目 比我们还狠 比我们还多 他也是要求政府单位 必须要尊结预算 这些都是名指名高 立法委员不可以自费武功 今天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他们要自甘堕落 自费武功 然后对于这些名指名高 不做任何的 这个删结 冻结 这个是老实说 是不负责任的 对人民是不负责任的 立法院 我们是全力分离的 你今天不是行政院的立法局 你今天是代表人民 要来监督政府 要来这个尊结国家 从上一届 我们蔡总统上任 到现在立法院 不就是行政单位的立法局吗 什么一例一休 这些东西 不就是 当然有 民党有个别人的反应不太好 可是整个最后 我跟你讲 我讲难听一点 为什么这次我赞成说 国民党动作大一点 人家就把你当橡皮图章的 游戏规则中间的路人甲而已 你懂我的意思吗 到时候就是他们 反正我举手 他们以前叫国民党 多数暴力 现在他们表现得真精彩 多数暴力 就是反正举手 或者按这个案件 我都比你强 所以最后结果就是 用这种合法的方式 你就没有一样能够反对 不是这样吗 对 从2016到现在都这样 民进党他证明了 他比这个学国民党 比国民党还厉害 国民党一路上是慢慢的在变好 从威权到民主 然后不断的越来越合理 而民进党是一路在变坏 从民主到独裁到专制 那我今天讲说 刚刚说是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自甘堕落 然后变成行政院的橡皮图章 可是事实上 然后这个行政院呢 对于国会呢 又是极端的藐视国会 从这一连串的 我在跟行政院长苏贞昌 在咨询的时候 他不是答非所问 就是时问需答 不然就转移焦点 不然就回避问题 没有 我问了他四个题目 没有一个题目回答我 然后呢 我昨天在问这个 国安会的秘书长 总统府的秘书长 那国安会的秘书长 问他一个问题很简单 顾立雄 对顾立雄 到底是个 这个蔡英文总统 给拜登总统的贺涵 他到底看过没有 他讲了半天 就是不肯回答我 然后呢 接着在问这个 总统府秘书长李大为 说这个 到底川普总统 有没有写信给蔡英文总统 他讲了半天呢 也是这个不肯回答 他说有或没有 他说还说 外交官就是 不能够说有或没有 如果他说有或没有 他就不够资格 做一个外交官 你当然不是一个外交官 坐在立法院 你是总统府秘书长 坐在立法院 你怎么可以用外交辞令 来回答立法院的背行 背群 还沾沾自喜 我说这个就是表示国会 应该要立法 把这些人轰出去 他们不应该进入到立法院的 所以今天这个政府 他不只 这个行政院 把立法院当立法局 行政院的官员 到立法院傲慢 然后呢 回避人民的监督 其实在立法 在这个权力分离的原则里面 我们立法委员 是代表人民监督政府 他今天是代表政府 坐在那个地方 接受人民的监督 他对这个爱来不来 无故不出席 这个都是藐视国会 然后呢 对于我们的质询 他其实要像是 到法院作证的一种 义务的一种情况之下 来对我们说话 他必须要据实以达 而且在不设国家机密的情况之下 他都必须要完整陈述 现在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存在 现在民进党的官常常反质询 有的像好像是法务部吧 然后委员拍桌子 不要拍桌子 这是公务干嘛 天哪 后来那个我看郑立文在下说 好大的官啊 你知道 你知道我觉得 因为以前那个周星驰呢 威龙闯天宽 就最后说官 不是以前国民党的官是非常的官 对不对 现在当然就说 时代到底这种民主的时代 怎么会 怎么会这么官呢 我不懂啊 我觉得现在民进党政府的 这个给我感觉又回到衙门制 真的 所以他们又变成是大老爷 然后之后我们质询 那还得要毕恭毕敬 然后呢 我们问他还得要小心的 我的问题有没有冒犯了你 你还可以知道我要问什么问题 那你这个问的问题呢 你还可以这个反质询我 这个变成是你在问我们的问题 那院长尤其是 我说上梁不振下梁歪 从这个我在 在执询苏生桑院长三次 我心里面感到很遗憾 为什么 我是立法委员 他是堂堂行政院院长 今天怎么好像角色 他是院立法委员 我是院长一样 我比他更遵守这些相关的这种 游戏规则 而且他一个院长 为什么要用这种很狡猾的方式 很油滑的方式 然后再回应这个立法委员的质询 他难道眼里没有人民吗 他难道眼里不晓得 必须要向人民主权 然后要向这个民主原则 然后要表示谦卑吗 他们权力在手上 他们哪会想到这些 你记不记得蒋万尔委员跟他说 这个三百多种农业用药 哪一个是被禁的 他死不回答 记不记得那一段 我觉得他在质询的时候 不断的吃蒋万尔委员的豆腐 在我质询的时候 他也一直想要吃我的豆腐 甚至我在批评他说 我说苏院长你这样已经有藐视国会之嫌 我讲之嫌其实很客气 他根本就是藐视国会 结果他还反批我 他说这个委员你不要随便用形容词 我马上就批他 我说我没有用形容词 藐视是动词 他连动词跟形容词搞不清楚 我说今天他在这个执行的这个舞台上面 他完全不知道他今天是面对国家 然后是面对人民 所以他才站在那个地方 他以为我跟我在市井吵嘴 然后小孩子吵架 我觉得这种政府 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遗憾 了解 好我们稍微修一下句话 我们正午好时辰 看透新闻神妙 好时辰 预测时事动向 好时辰 正午好时辰 听郑诗诚 铁口之段说新闻 哈喽 欢迎回到正午好时辰 我是郑诗诚 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了国民党的委员 陈以兴陈委员 最近表现非常优秀 然后英文也很厉害 然后在这个国民党智库的这个国际 国际记者会也担任这个所谓 甚至四亿的角色了 主持 对啊 主持 还有包括这个马总统英文美败 非常好完美 对对对 川普这次当然已经正式落败 那次大家寄望说摇摆座 会不会在这个选举人投票 会不会有一些异动 发现说也没有 按照他们的宪法规定 这个选举人是要loyalty 就是忠于我的这个选民的最后的投票结果 对不对 对然后呢 这个现在民进党这样的一个亲美路线 我聊几个问题和你一起回答 因为现在川普下台了 拜登上台了 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因为过去太亲川普了 然后您在这个台美日三边印太安全对话会议里面有进行分析 对于未来这个美中台 因为这个关系对我们太重要了 会不会发生一些什么样戏剧性的变化 或是大家担心的这种状况发生 我想其实在美中台三方的对话当中 我参加的是国会议员的对话 了解 那么在日本呢 也有一位年轻的 也算是重要的众议员 林沐欣又斯兹基 他呢 也有发言 那美国呢 是一位众议员叫做Amy Barra 他是加州的一位众议员 那我觉得他们的发言里面 让我听到一些重点 那么在Amy Barra 他是美国的民主党的众议员 他就表示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他一个很关键的词叫做Multilateralism 叫多边主义 多边主义 那这个拜登 他在12月初 接受那个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Flyman的一个专访的时候 他也特别强调 他说他上台之后 对于中国的这个策略当中 他必须要 get everyone on the same page 要让每一个这边的友邦 都在same page上面 同业 对 同业的意思呢 我觉得他就是表示 是一个多边图形的方式 他要跟这些友邦 一起来处理 所谓的中国的策略 然后这边的一个议题 那我想这个Amy Barra的一个概念 然后呢 Suzuki他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他强调 这个地方的和平跟稳定 其实也是日本的国家利益 台海的和平稳定 日本国家 我想这句话 已经很久没听到 这个就是我要讲的 我那天在这个 三方的会议当中 我提出来 我的分析 那因为过去也是做这样的学者 那我在华府也有 这个智库的执行长 所以我提出的比较是一个分析的角度 我认为要拜登上台之后 他基本上呢 这个他的整个的策略 会是从欧巴马时期的一个对中对华对台政策的一个调整 那么这样的一个调整呢 他原则上呢 我们过去本来在怀 川普 后来这两年 其实让我们在感觉到就是说原来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就是奠基在台湾关系法 三个公报跟六项保证的这样一个基本的立场 会不会有所调整 那人家认为这个战略模糊 会不会变成战略清晰 台湾的国家地位是不是美国承认的程度会越来越高 来作为对北京的一个挑战 过去这两年有这样的一种汪的怀疑 但是呢 我觉得在拜登上台以后 这样的一个质疑呢 其实呢 我觉得会慢慢的消除了 我认为对这个美国重回One China Policy 原来的这个结构上面 我觉得是比较清楚的方向 那也因为这样 在这个他所拜登总统所强调的 六项 他所强调的这个多边主义底下呢 我们也看到他用的这个安特尼布林肯 跟这个Jack Sullivan 他们在最近的对外讲话 跟文章当中都提出了很重要的概念 就在多边主义的前提之下 他们呢 对于这个美中之间的一个竞争 他们认为不会是冷战的一个结构 所以他们认为中国大陆不再是苏联 所以美中之间不应该冷战 然后再来就是说 也因为大陆经济跟美国经济 已经高度的整合在一起 interwin高度的互相影响 所以他们认为也不可以脱钩 不可以完全的供应链重组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对中国大陆策略来看 我们可以预期 就是未来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一个关系 除了竞争之外 还是要合作 那所以他基本上呢 会是一个建区和缓的美中关系 是这样子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台关系我认为会受到连带的影响 那这个美台关系的影响呢 我会觉得关键就在于就是说 它会变成一个比较低调的美台关系 因为过去美台关系的高调 低调啊 因为我觉得过去美台关系的高调 是在于说美国希望 把台湾当成一个工具 然后用它来刺激北京 就比如说你说军售台湾 两个礼拜宣布三次 他就觉得一次北京没有被刺到 两次也看不刺到 再刺一次三次 两个礼拜宣布三次 过去使用潜力 他是希望 我觉得川普是希望说 美台万一发生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刺激他的这个选举 所以他变成是一种选举策略 所以我们过去美台关系的高调 是包含在对中策略上面的一个需要 那未来如果他对中关系要开始和缓 对美台关系呢 他就开始建区低调 然后呢建区独立 美台之间关系 不需要受到美中关系之间的干扰 这个是美台之间的 那也因为这样连带 又会再影响到两岸之间的关系 那会影响到什么层次 就是一个这个建区和缓的美中关系 是无法支撑一个高度对抗的两岸关系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两岸关系要高度对抗 你要彼此竞争 老实说美国不会支持 我们自己本身也会失去背后的依靠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预测就是说 两岸关系势必要往 这个2016年的这个模式 就重回现状那个模式 两岸甚至会有对话的需要 美方会来自压力 而我这样的预测其实 前两三个礼拜出来之后 很快的 就在这一场美日台三方对话当中 美国的Curt Campbell 也是拜登重要国人团队成员 就当着蔡英文总统的面 他就坐在底下 跟他讲说 他希望两岸能够恢复某种程度的对话 而且他知道这个事情是美国做不到的 是你们才能够做的 所以你看看他马上在 还没有上任 他就已经把两岸要恢复对话的一个方向 而讲出来 可是委员 我比较担心的一点是 你在台上 你本来是扮演这样的一个甲方的角色 现在要扮演乙方的角色 这个角色的转换 我不晓得在外交上要怎么办 因为你过去讲了你一点 蔡英文总统第二任是靠什么 芒果干这个当选 对不对 什么叫芒果干 就是这个香港的问题或干嘛 是靠两岸之间的对抗而取得第二任 当然这一部分 可是问题是你现在要扮演和缓的角色 你怎么什么都能扮演 委员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知道了 这难度很高 其实我是觉得蔡英文两种武功最厉害 一个是你讲的芒果干 一个是他自创的法夹弯 所以他法夹弯那么多 再一个法夹弯也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这个法夹弯有点弯的有点大 我告诉你他2011年跟2015年就弯过一次了 因为他之前蔡英文跟小美琴在2011年的时候 也在选总统 他也去过白宫跟欧巴马团队的也见过面 结果没想到他进去之后出来呢 就被白宫的匿名人士放话给英国金融时报 表示说他们对于蔡英文主席 如果说当选总统的话 他对于维持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 会有意愿跟能力 所以那时候就造成他一离开白宫 人家就说他们白宫给他们 等于就是打了回票 一个红灯 所以他后来不及格 他后来选举非常难选 可是没错 然后之后在2015年 其实还是欧巴马执政的时候 同样的国安团队 蔡英文那时候又去了 他那时候一进去的时候 他的论述完全不一样 他要维持现状 他要讲中华民国宪法 他要维持两岸人民关系 条例来处理两岸事务 然后92年 纵使他不成立有九个共识 但是92年有发生一些事实 他们有共同的认知 应该要求同存异 这一套论述你看不就是法夹弯 2011年讲一套 2015年讲的另一套 那时候大家认为说 他商选以后会维持现状 大家被这四个字 不要说骗得好惨 觉得说你应该 那时候在里面见他的是谁 就是布林肯 布林肯 在里面见他的人就是布林肯 换言之他今天用那样的论述 换取了美国欧巴马政府 对他的这个信赖 然后之后他第二次选举就很顺 现在同样的人要再回到白宫 你就可以预期 其实蔡英文他们 他们对美国的了解 其实是非常多 而这个国安团队 拜登的这个国安团队 他是延续当时 欧巴马的国安团队 他对台湾是非常了解 他对我们的人物是 辽若智掌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已经可以预期 就是他们不是新手 他们是老手 他们对于这个地方 如何维持和平跟稳定 早有一套他们自己的 拜登也曾经当过副总统 他当不只当副总统 他在外交文会 三十几年的一个时间 因为他从年轻从政到老 对对对 所以他们是可以说是 从第一天就能够无缝接轨 那甚至在现在 你可以看到 就算还没有上任 Transition都还没有完成 他的国安测试 已经在提醒台湾 两岸之间应该要对话 那就是你们的责任 所以是未来和平稳定 是他们民主党政府的 下一个目标 委员 这个对蔡英文 其实不是难事 因为他已经没有第三任 可是对民党来说 你如果没有芒果缸 没有两岸对抗 然后你又没有跟美国 签什么自由贸易协定 那台湾的经济 现在是靠着股市 在那边支撑 我觉得 现在台湾的经济的状况 我觉得是这个难免 在这个地缘政治经济上面 被边缘化 原因是因为 不只是你今天 我们说你美租 收入金株的开放 未占先详 你没有跟美国 谈下任何的 贸易上面的一个交换 你不要说FTA 没有下文 你BTA 美方贸易代表老师 也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话 你连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TIFA 我们的贸易架构协定 能够复谈 都没有一个承诺 你这些东西完全都没有 然后你只有跟美国国务院 然后还有这个 来谈这个经济反应对话 然后这个市场 基本融资的架构协议 这些东西都涉及 只是投资融资 然后这个结构链的 供应链的重组 完全没有贸易利益 完全没有贸易市场的开放 当年 在ECFA搞成这样子 你搞个太阳花 让这个民党夺到政权 然后对台湾的经济 是重大伤害 我只要这样讲 我们稍微需要 进入我们政务好市场 哈喽 欢迎回到政务好市场 我是郑市场 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我们的国民党立委 陈一信 陈委员来到现场 委员 这次拜登当然 这个准备救治了 国民党应该会派 这个代表团去 委员你应该也会参加吧 因为您在 您对国际事务这么了解 我相信 这个国民党也会派你当做成员 那国民党有没有什么想法 因为刚刚您讲了很多 就是当美国拜登起来之后 美中台三方关系 会做什么样的变化 当然是 就您刚刚讲法 会是蛮巨大的变化 那您觉得 国民党会跟拜登的这些团队 有些什么样的建议跟想法 就是当然不可能保持 现在的川普模式 对啊 首先我必须要说 有关于美国总统 就职1月20号的这个事情 最新的变化是说 他们现在会缩小规模办理 怕这个疫情的关系 对到时候可能只有不到 上千人的这种场合 所以换言之 其他国家应该都不会受到邀请 能不能参加 对所以我们原则上 外交部可能没有办法出这个团 最多最多啦 就是我们的驻美代表 萧美琴能不能弄张一张票 到时候他个人能去参加 那如果连这个都没有 其实也很难看 但是我们可能此行 当初我就已经表示过 这个变数很多 不见得能够成行 但是我觉得就国民党 我现在是国民党的部分区立委 也是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的副会长 了解 也是在华府有智库的执行长 我觉得台美关系非常重要 国民党跟美国的关系非常重要 而且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其实是超越党派的 我们民主党跟共和党 其实都有长年的关系 跟他智库跟他各界都有全面的关系 只是这几年呢 属于低调的状态 那国民党国内的事物比较多 没有办法顾及美国 那我这几年在美国看 我觉得这些很多的关系 我们都可以重新拿回来 那所以我说这个就职的事情 我觉得大概不会有清楚的一个前往 但是你说国民党的这个 建议 主要的一个立场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 国民党的这个地缘政治的立场 很清楚的就是以台湾为主 中华民国为根据 然后我们希望美国 中国大陆 台湾三方是一种平衡的一个策略 而这时候呢 其实我们过去 这三方都是一种长年 decade 就是在冷战跟后冷战的时候 都是处于一种 恶性循环的一个阶段 但是我们在马铃球总统八年的期间 其实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状况 就是良性的循环 这个良性的循环 可以让三方的关系 有的往正向的发展 大家以为 大家以为从此以往 两岸会往正向的地方发展 没错 这一个良性的发展 其实有助于美台关系的建立 所以当时其实美台关系非常的好 我昨天才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表示 就是马铃球总统跟欧巴马总统 其实在这个在任的期间 两人有相当多的书信往返 都是亲笔的书信往返 所以其实我们关系是非常 只是我们基于一个 这个灵意外 不对外高调的一个情况之下 当时并没有大肆的去先扬 那反倒是现在这个蔡英文的政府 他到底这个买台关系好到什么程度 那他的每次都有很多的一个宣扬 可是我们好像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你看到美国有很多的法案 那当然他有他自己的选举的目的 可是呢实际的成效也没有看到 那所以说现在呢 这个开放美国收入金 只有进口 我们过去呢 在十几年前 在这个2012年的时候 经过很长久的一段时间 开放了这个收入金美牛 在30月以下 但是呢牛株分离强制标示 然后内脏呢是不可以进来的 那当时你可以看到 经过一个谈判的过程 然后之后美方呢 很快的就开放 美国赴美免签证 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优惠的待遇 然后呢很快的就开放 重新的TIFA的负担 所以贸易当时 其实是有一个重要的交换 那现在也 其实贸易从头到尾都是有换的 蔡英文总统在接受 媒体的访问的时候 他自己就是贸易专家 他就说贸易就是你要什么 我也要什么 这是一个利益横平 当然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说了 为什么蛮久政府换得到 你蔡英文政府要送的呢 你为什么今天什么东西 先送再说 对啊 你到底是拿到了什么利益 有什么的交换 人家说你在这个牌桌上面 你怎么先修黑呢 对不对 你怎么自己就把底牌看 对对 把底牌掀出来 自己先底牌 位站先详 自先底牌 对 然后现在呢 老实说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就是拜登政府要上台 川普政府已经要离开 对 那么你之前跟川普政府 make deal的那这个东西 川普拜登政府会不会appreciate 怎么忍让 对啊 那你现在会不会变成我们白白的进了开放了 你时候已经出口进口 但是拜登政府上来一点都不感激 他新的贸易代表未必会给我们什么填头 当然 那我们这样的交换到底值得吗 所以为什么我们国民党这边一直也要求就是说 暂缓开放重启协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立场 美国有这么大的一个变故 对 然后现在状况有这么多 你今天暂缓开放的时程 然后我们重启协商 好好的来谈一个 让现在国人对这个事情立场也比较清楚 然后呢 美国这个地方呢 它到底有什么over 我们也希望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像你讲的嘛 这是一个国人要共同面对的挑战 所以你要跟国会沟通 要跟人民沟通 要跟产业沟通 要跟在党沟通 你可不可以老老实实的 确确实实的 就来沟通这么一回 你身为中华民国总统 跟人民沟通有那么困难吗 委员 可是现在建在闲上啦 你知道吧 一月一号就要开放进口了 你还要退回原点重新协商 我觉得对民进党政府来说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不是吗 对民进党政府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对蔡英文总统来说 是一念之间的事情 我觉得是一念之间的事情 你觉得他会做这样的法夹丸吗 我怀疑 就一念之间 他一念之间可能会可能不会 那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状况 因为全部也是他一人决策啊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行政院长也不知道 农委会主委 不知道 委员服部长也不知道 可是委员 我挑战你 他没有第三任 所以民调低 高低段来讲不重要 所以他现在怕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顺风顺水的人 你叫他违反自己的 这个承诺跟议员 突然间就说 我们重新再写商 听在意党的话 这个难度很高 我是觉得 其实一个连任总统的第二任期 在他期中选举之前 是他最危险的时候 他认为他自己的名义最高张 因为他已经获得连任 然后离这个没有连任的压力 所以他在这个时间点 要进行一些大规模的改革 但是最后都会变成这种 最独裁的一种决策 那你说过去在这个第五第六年 连任总统第五第六年 有问题的 你说陈月辩总统 当时在2005 那马英九总统在2013 2014也陷入了政治上面的危机 现在蔡英文总统正要进入这个危机 如果他今天不正视 这样的一个猪肉的问题 而且还把日本的议题也拉进来的话 这个辅导五线是食品的议题 这会比当年的油电双涨还要严重 马英九政府其实就在第二任期 开始油电双涨之后 他的popularity就急速的下降 然后一直持续到了太阳化事件 2014年 然后到那一年地方选举大败 这是一个你说魔咒也好 或者说结构上面的必然也好 所以蔡英文这时候 如果是属于他自信心最大的时候 他觉得他最多条件来做这些 最放手做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人民感受到的是你的独裁 是你感受到你这个政府的哑巴 是你感受到你这个政府 只是为了你自己本身的政治利益在着想 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在着想 在这种情况下 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现在民进党的这个支持度掉10% 他可以再掉的 再掉个10%再掉个20%都有可能的 到时候他就变成一个跛脚总统 他就变成一个另不出总统府的总统 他马上把他自己的popularity全部都消耗掉 我觉得这也不是他之福 对国家也不是国家之福 可是委员 我们其中选举就是九合一吧 2022 可是问题是听说 有的民进党的地方 人家已经开始动起来 就是美国说是有一些民主选举的必然 在台湾也不见得会发生 那国民党 他有些哪些这样作为 让大家会相信 我觉得现在 这个民主 当然定期的选举投票是一个 那不定期的选举投票 就有罢免投票啦 就有这个公民投票啊 这些就不定期的 那这些投票就会检验 那有时候一些补选也会存在 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观察的指标 那这个政府如果说是继续的忽略人民的意志 我相信人民会制裁他 而且很快 这个是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好 我觉得民主就是这样子 做得好就上去 做不好就下来 这个是民主的常态 不要违背这个民主的游戏规则 不然的话倒霉是人民 对不对 好 因为非常谢谢国民党立委 陈以信 陈委员 谢谢委员 谢谢 谢谢 谢谢师臣 谢谢大家 谢谢 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我是郑师臣 我们下周六正午好时辰 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